LE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中國遊墓 那為什麼我會講中國遊墓呢 這場比賽是由天梯上 中國玩家們一起玩的那個遊墓比賽 這場裡面有蠻多厲害的中國玩家 像這邊YOU 大家最熟悉的第一高手YOU也在這裡 那其他呢也是中國戰隊的高手 雖然沒有很常出現 但這個LYX也算是蠻常出現的 那另外一位我覺得算是還好 那其他玩家也算是有點實力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中國的遊墓 跟我們台灣的遊墓有什麼不太一樣的之處吧 好 那稍微講一下遊墓這張地圖 遊墓這張地圖的話 一開始你要先去找兩個村民 然後去蓋TC 那最好是TC蓋在有這個鹿 或是果子 或是黃金木頭旁邊 那盡量找到那個有豬的地方 那另外一隻村民呢 就是你要找一隻村民比較靠海的 去蓋漁港 然後再補一個房子 那漁港蓋好之後 馬上就去把這個村民去撈魚 所以你這個漁港的位置 一定要蓋在這個沿海 岸的旁邊 這個海濱魚群的旁邊 這樣才可以直接用村民 然後吃完肉 把這個魚撈起來 海鮮現撈 然後放在這個漁港裡 這樣子你的前期的效率 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兩隻村民一蓋好之後呢 馬上就去挖木頭 因為你要馬上讓你的漁港 去做一個漁船的運作 一個效率 那通常啊 你要再去觀察 你家附近是不是有敵人 那通常有敵人的話 你就不能打海 那通常這時候漁港的漁船 大概蓋的要四到五艘或六艘 多至八到十艘 就是看情況去蓋這個漁船的 因為有時候你漁船蓋太多 很容易讓你 軍事前面爆炸 然後讓對方直接讓你 對你上下起手 就不太好 好 那看起來又這邊是有點暴團的感覺 那他們這裡有一個敵人 這邊綠色跟青色兩方是不同隊的 所以這邊可能會有點小差狀 好 那看起來其他人都比較偏遠 目前看起來黃色是第二隊 紫色也是第二隊 青色在這裡 然後橘色在右邊 變成有點兩邊暴船的感覺 那都只有一個 這個了喔 離敵人比較近 所以目前看起來 又跟 藍色喔 比較有可能去打這個漁船 那感覺上來說 波斯這邊是更適合去打漁船 因為比較遠一點喔 那義大利其實也可以啦 義大利打漁也是OK的 就打海啦 只打漁 打海也是OK的喔 那我們就要來看哪邊 右這邊的部分是 右這邊會打海 還是 波斯這邊會打海 那 目前看起來啊 波斯打海的機率會更高一點 因為這邊呢 波斯喔 離對手這邊是比較遠的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嘛 已知現階段 紅色藍色綠色相抱團在一起的 然後波斯基本上有一些海的加成 這邊打海的話 波斯來說可能會更優勢一點 好 那我們吃魚呢 這個漁船喔 有個重點 就是你要吃這個大漁喔 這個大漁就是離這個漁船 漁港比較遠的地方 吃這種大漁喔 下漁會比較好一點 欸怎麼在打架 哇哇哇哇 直接一個拳擊戰啊 這個波斯喔 用這個村民啊 繞到人家旁邊的漁港 把人家撈魚的村民 直接圍起來 然後直接用拳擊把它尻死啊 然後他有先點織布喔 然後確保自己不會打輸 哇 這個太太偷啦 居然用這種方式喔 好 痾 痾 為什麼我講波斯會有優勢喔 因為波斯的漁港喔 這個血量是多一倍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工作效率喔 波斯是有這個加成的 就是只有工作效率喔 並沒有單位上的優勢 好 痾 痾 看起來 兩邊打的都蠻正常的 痾 痾目前漁船出到四艘 喔這邊出了很多艘囉 欸這裡五艘了 五艘在出動 有六艘七艘 喔看來右這邊是打的比較安心一點 但是這裡有個內患喔 這個灰色喔 是在這邊 灰色在這邊六艘還在出 呵呵 那旁邊其實有右喔 痾 痾 就目前看起來 右有可能會打海 那 除了右之外喔 波斯也有可能打海喔 兩邊都有可能 因為右這邊可能要先自保 但這邊右如果自保的話 這邊可能經濟 就要會有點 不會非常非常好 就不是一個專器農的一個狀態 所以邊打邊農啦 好 那達羅皮圖這邊也有 那就看一下會不會 看到達羅皮圖的特殊海船 那達羅皮圖他的海船的單位比較特別喔 是那個 柔船 柔船的話非常大的台喔 他這個模組 呵 非常非常巨大 不知道這場可以看到 好 那達羅皮圖這邊已經有停船了喔 你看這邊五艘魚船而已 那通常有停船的狀況就是要來打海 那我們加速一下 稍微看一下狀況 好 那 看他達羅皮圖 加利喔 他隔壁就是這個綠色喔 那如果要打海的話 他可能會氣 算是 氣身嗎 有可能會算氣身喔 就是有可能自己當沙包 讓對方打 然後專心打海 然後插箭塔的一個玩法 有挖石頭嗎 有有 確實有挖石頭 因為游牧通常你要這樣打的話 石頭是要必挖的 因為你離敵人太近喔 不然可以去弄一下對手 然後又要打海的情況下 這個資源會非常緊繃喔 那我剛剛說的那種情況喔 算是比較初見的玩法 就是 專心打海的人 就是離敵人比較遠 那離較近的人的話 就專心弄對方 就是比較不能打海 那看起來達羅皮圖不是要打海喔 而是要打這個小弓 然後專心插箭台去射人家喔 好 那他這邊喔 這個 射箭場已經被 綠色看光光了 好 欸 喔 沒事沒事 右這邊還沒有上封箭時代 還有50秒 想問我們上魚港還沒有出這個 戰場 好 那這邊灰色也是雙魚港 你看這邊高手的細節都是拉滿 好 魚港都是出的很多的 讓自己機器拉到最好 那也比較好防守 好 那波斯這邊也是喔 雙魚港開 雙魚港開的好處就是 待會爆魚這個戰劍喔 這個比較好爆 那有人會說 油木到底要先出這個戰劍呢 還是出這個火蒙筒比較好 好 如果你是要一個極限騷擾的情況下 那一艘火蒙筒是夠的 就是急速升風 那如果你是正常開局上風箭的話 那出這個戰船喔 直接爆兩艘戰船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 你看這個兩艘戰船 直接兩艘 集火一艘漁船 特別射爆一艘漁船 這跟熊山飛彈一樣 射得滿痛的 好 直接射爛 好 那看到中間這邊 中間這邊 達羅皮圖 這個劍塔加小公有手 卡弓拱戰術 OK 對方有個壓力喔 直接眷養起來 但是右邊這邊就是右囉 然後跟藍色 所以現在達羅皮就像是一挑三戰神啊 呵呵 那家裡經濟沒有在管喔 那這個漁船喔 就是 欸 沒有在繼續出更多漁船 因為他把這個木頭 留給這個小公 跟這個 劍塔 把他自己的經濟老是沒法顧到的 哇 這個劍塔一次弄到兩家 這個右的石頭 直接不能挖了 哇 這個 達羅皮圖這邊戰術打得非常不錯 唉唷 這邊有聰明在挖喔 趕快跑 不然會被這個射到 這邊要到這邊來挖了 好 這邊挖一下 那這邊看一下 右的這個漁船量非常非常多 九艘了 九艘就停了 沒有到十艘 好 那來看一下灰色 灰色這邊 這邊也沒有去循生喔 也沒有出戰場 那就是我們說的喔 鑽星龍的人就鑽星龍 通常一個人去打海就夠了 好 那這邊 沒想到 灰色是打海的嗎 欸 看起來是喔 好 那這邊 波斯打海 跟我想的一樣喔 波斯打海 那這邊喔 火蒙頭 這個南 這個什麼 什麼 陳小霸王的 喔 也有打海 所以目前來說 對方是紫色 跟橘色打海 那紫色有點像是自防 並沒有專心打海 是出一點火蒙頭反制而已 好 那這邊 騷擾還算是蠻到位的 也讓這個 藍色 收春 有收到春的話 就算是有成功的 好 呃 目前 看起來 這個 綠色喔 有點被俊遊的 那個狀況 大部分人都已經上了城堡時代了 那有打海的人喔 或者是打一個封建進攻的狀況的 狀況的人 就不會那麼早上這個封建時代 好 那麼又這邊 上城堡 選的是打海 然後在家裡壓了一個城堡 要來把自己的金礦給守住 不然這個金礦不能挖實在是很傷 那通常城堡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直接反之對手的劍堂 然後守住自己的TC 好 那目前紫色確實轉出了一點奴炮戰場 那右這邊自己轉出了火戰場去做反制 那火戰場可能這邊出道三艘之後 就要來稍微思考一下要不要轉一下這個奴炮戰場 好 那目前海域看起來火蒙桶還在殺啦 這邊是伊索碧亞的火蒙桶 伊索碧亞的話海部分並沒有那麼厲害的 因為POSE特別是打海的關係 好像有點打樹的狀況 因為自己還沒有上這個封建時代 好 上這個城堡時代喔 這個奴炮戰場還不能升級 好 要先屯一點戰場 欸 這個回頭直接開燒 先射中間那一燒的 中間那個是血比較少的 沒有關係 好 那後面有更多火戰場隊的過來 下面這邊戰區非常混亂 好 那中間這邊塔弓戰術要撤退了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囉 這邊已經到了城堡時代了 中間時代的小弓可能會越來越難打 好 那義大利又這邊選擇勒納亞奴守 勒納亞奴守的話 攻兵內戰並沒有太大的優勢 要到這個帝王時代 點出這個盾牌 巨盾 遠防跟近防才多一喔 那以弓箭護射來說才會比較有優勢喔 那在初期來說這個勒納亞奴守 打騎兵還是比較痛的 那弓箭護射的情況就沒有那麼優勢 好 那目前又非常忙 現在忙得出海又出陸地喔 那經濟上也在固 開了第二個TC 但是還是主要在打一個戰爭狀況 並沒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開心的一個方法 因為這邊很近喔 這個打落皮左 算是玩得不錯的 自己知道自己在幹嘛 趕快來 騷擾 當沙包 那通常啊 在幽默上喔 為什麼會這麼喜歡玩幽默的原因 就是因為高手其實在幽默 你被太多人圍毆 也會被擋爆 但是 比較娛樂性 不像阿拉伯這麼硬 要用硬實力去跟對方換 那即使比較沒那麼強的玩家 你只要騷擾到的話 基本上你也是功德圓滿 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你看兩邊的分數其實 非常相近 那目前又這邊跟灰獸 全部四火打一個 打一個達魯P主 四打一的一個狀況 那看起來達魯P主這邊是要來撤退了 這邊太多了 而且灰獸這邊是3TC 然後投車騎士喔 全部爆兵開打 那達魯P主這邊 可能是也受不了了 欸呀 這邊 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跑了 怎麼辦被追殺啊 哈哈 達魯P主就瞬間被秒殺啦 哇 有點慘啊 哇達魯P主已經 頭破血流 只能用村民去直接硬拆這個投石車喔 那麼剩下的村民做點事情 OK 換到一台頭車不錯 那讓剩下的村民喔 逃跑喔 但是這邊村民逃到一半 又被灰獸的 騎士給抓爆喔 剩下人跑下的村民 也只剩下 零星的各位數幾村而已啊 好 那麼回到海戰喔 海戰部分 灰獸有出現火戰場 來反制佑的一些海域 那這邊 伊索比亞的一些戰船 也跑到左邊這邊來幫忙 那佑的一個漁船喔 也是被弄到一個不要不要的 好 火戰船 跟自爆船再過來想來爆一下嗎 摸一下 OK 就炸光光了 好 那看起來海戰部分 必沒有一個太大的優勢 那波斯這邊 還沒有點下這個 奴炮戰船三角 看起來戰船四送差不多了 好 一直被對方的一個火戰船給壓制喔 火魔龍只能用數量擰壓 但是 如果這個正面部隊來的話 這一波的戰士 可能會出現很大的一個逆轉喔 好 那看起來 海上的狀況喔 又也是有打海 灰色喔 有點棒放棄海域了 已經放棄吃魚了 那其實到這種時候 搶海並不是這麼的重要 但是有海的一個文明喔 還是有優勢喔 像這個你看這邊 吃海吃爽爽 這個肉還是補好補滿 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一到城堡時代喔 就可以選擇去灑田 可以讓自己經濟稍微補正一下 那有海的話 稍微是拿到一點小小優勢喔 那優勢也不是說 非常非常的巨大 雖然還是有優勢 好 那輸海的一方喔 就要趕快來選擇去 在自己的TC喔 開始爆TC喔 開始去做這個經濟發展 會比較好一點 那右這邊是選擇大爆灑 不然自己會斷肉 斷肉就糟糕了 那右也不是完全斷魚喔 這邊 他把自己的魚港慢慢往上遷徙 下面的魚港有點放棄掉喔 反正也沒關係喔 因為這邊的魚也吃得差不多 雖然都是比較圓洋一點的海 但是有點可惜喔 因為這一片海域喔 都沒辦法去補 那也沒有關係喔 陸地上也是可以種田的 那右的話 這邊選擇是 稍微保護自己的魚港之後 用自己的 瑞奈納母手 去做一個騷擾 瑞奈納母手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騎士去防守也不好防 這邊騎士一過去也會被射很白癡 你看這個 哇 騎士瞬間倒地 好那再來 又射掉一隻騎士 OK 哇這個傷很高啊 OK先打殘血的 哇 六隻奈納母手 三隻騎士過來 直接換掉三隻騎士啊 那只死了一隻 死了兩隻奴手而已喔 這個奈納母手 打騎士多麼強勢的一件事情 好 那紫色這邊 看起來已經涼涼了 那波斯喔 很努力在用自己的戰場 去反制 那看起來 右這邊的攻勢非常強勢喔 那不知道為什麼 灰色這邊 明明是在外加的一狀況 自己卻農得非常開心啊 很開心啦 真的是很開心 好那這邊還有一些紫色的漁船 在這邊互相鬧 那灰色跟右這邊是暴船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漁船也是活的蠻好的 但自身還是有遇到這個 橘色的漁船的問題喔 所以目前灰色是放棄捕魚的一個狀態 那橘色還在能力打海 那正面 任阿倫手 還想要來繼續反制 但是這個弩炮 打這個任阿倫手效果非常好 喔 古拉姆還出來了 OK 古拉姆還不錯 但是現在被下修喔 這個血量 被下修之後 效果就沒那麼好 好 那目前又給對方吃一個大分寶 給確實壓力 那右邊戰區 這邊 右這邊的綠色 算是一個沙包的一個島式喔 專門讓人打的啊 那時候也奇怪喔 這個灰色喔 畢沒有來救這個黃色喔 沒有來幫忙打這個綠色 那黃色感覺有點 我不太確定欸 是不是打錯了 因為基本上 這個綠色喔 前期就已經被弄到 生活無法治理的狀況了 分數已經偏低了 那這邊我覺得黃色應該去到港去打灰色比較好 你看這個灰色 大賣能力才是個問題 這個瑪莉喔 所有的瑪舅單位喔 都是特別的便宜喔 那... 橘色這邊也是喔 橘色這邊是... 一索幣啊 那一索幣啊 那一索幣啊 就已經上這個... 瑪莉喔 感覺要跟黃色一起去打這個灰色比較好 你看這灰色的分數已經突破天際了 哇已經到第一秒 比右的分數還高 那左邊這位LYX喔 真不愧是也是職業選手的一個玩家 職業高草 頂著這個右的攻勢喔 頂得還不錯 三寶頂力 雖然有個TC喔 跟祖金被鬧到了 但還可以喔 我們後撤一下還是能玩 但在後撤的話 就是一個被打掉的一個達羅皮圖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達羅皮圖 會慢慢轉出一些魚嗎 看起來如果要轉魚的話 要先轉出這個... 欸這個叫什麼 樓船喔 轉出樓船來防守架比較好 因為目前喔 海域有點被右控制住 好 那目前... 兩邊喔 都是在做一個防守跟進攻的狀況 那目前看起來 右這邊是稍微... 好一點的 因為波斯這邊 還有慢慢拿回來喔 那海拿回來的話 就會再撐去去按個魚 但到了這個時期喔 去按魚有點不太切實際喔 應該要... 確切的把對手的海全面摧毀喔 再來繼續按這個魚船 看這個時候 因為... 海陸都在打 呃... 波蘭 火山波蘭的話 可以爆出大量的偏騎士喔 但是... 灰色這邊 是... 瑪莉喔 瑪莉喔 這個平你的弱頭跟騎士可以出 好... 這個反制對方的... 波蘭的效果就非常好 好... 但是這邊... 瑪莉 把我的大量騎士喔 過來騷擾這邊... 伊索比亞 但是伊索比亞選擇是彎刀勇士啦 哎呀... 非常特別 那彎刀勇士是個玻璃大砲單位喔 攻擊力非常非常高喔 攻擊力基本就死掉了 那打騎士的傷害也是非常服輸的 那... 缺點就是血量跟防禦偏低喔 所以就是... 要非常大量 才會對騎士有個效果在 那也不在非常大量之前 這個有點難受 那... 看起來 波蘭這邊趕快嘗試反擊灰色 然後順便去打綠色 那確實讓綠色這邊 法蘭克有一點 生活無法治理的狀況 自己也是非常顯示慘重 轉出這些常用病來防守 那看起來 還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而且這邊又城堡居然打輸了 這邊又城堡爆了喔 這個祖金就搶回來了 那祖金搶回來之後 又選擇打這個火槍兵喔 那火槍兵的話 這個... 不列典喔 意大利是有減免的 算是一個八折一個狀況 所以不列典非常好 非常強勢的原因就是在於 你出火槍的話可以打這個... 普拉姆 普拉姆 普拉姆是復兵單位喔 那基本上火槍打部分都是有加成的 而且打騎兵傷的也是非常高喔 而且打駱駝效果很痛啊 你看 直接放一下喔 直接倒 好 那這邊直接轉火槍之後 那就要小心騎士喔 因為這邊... 潤拉姆手 射速是比這個火槍快一點的 好 那目前戰況看起來 是城堡直接鼎立 直接在家裡蓋一下大大城堡 瑪莉也覺得自己也不是... 自己也不是侵略者喔 也是要稍微防守一下 自己也是被侵略的一方喔 開始要... 保好自己的防禦喔 好 那由於瑪莉這邊點了大量城堡 直接ALL IN城堡的關係喔 是沒法點上帝王時代的 那YO 這個不是有 這個... OY OY這邊是法蘭克 藉著自己的一個免費的一個農田科技喔 讓自己也努力的跑到帝王時代喔 那...目前... 只有這個XAN 本來是要扮演沙包角色喔 那...不知道為什麼變成法蘭克變沙包 那...很努力的爆出大量騎士喔 去反視對手 那...這一個... YTC直接被撕掉 那...大量騎士過來回救 很大量的騎兵 跟...把...跟這個... 波蘭的騎兵對沖喔 那個直接對沖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很難找 因為...因為... 瑪莉這邊有非常多的弱者 那...波蘭這邊是非常大量的騎士 所以誰輸誰一台不好說 而且波蘭這邊還有錘兵啊 哇...太...太陰險了 錘兵過來超級效防禦直接會勝 那...看起來是... 瑪莉這邊的一個大敗潰喔 後面波蘭的貴族特拳 這個提示支援速度非常非常快喔 可以讓瑪莉這邊大量的錘兵瞬間打地 正面的話...是波蘭的全面獲勝 這個錘兵喔...效果還是不錯的 破角效果非常好 以霧去霧 嗯...你們懂了 好...OK 登登... 柔...柔喘喔 沒有出出來很可惜喔 達魯皮圖這邊有出這個... 柔喘的話就會特別的耀眼 但是這沒辦法喔 目前... 達魯皮圖算是一個殺爆的位置喔 所以...沒辦法打出太多的一個...單位喔 這樣子 那...不列典... 不列典... 不列典...這個E所B啊 簡直是出這個...彎刀勇士喔 這個傷害啊...燒了已經非常非常好 但是...波蘭這邊要慢慢轉出遊俠了 波蘭還打完之後 轉出這個大量的騎士 要來打遊俠 好...那正面這邊... 選擇是打古拉姆配駱駝 但...古拉姆打駱駝的話... 效果都沒這麼好的 因為對方是打一個火槍...組合 火槍組合...就...沒這麼好打正面了 好...來看一下這邊...騎士慢慢繞了進來 那...正面這一部分... 帝王...欸...駱駝直接升到帝駱了 哇靠...這個帝駱很強喔 帝駱凡之騎運效果非常好 打瑪莉這邊效果不錯 而且...法蘭克... 法蘭克... 法蘭克...沒意外的話... 也是出這個騎士喔 欸...馬桑打我臉 這邊是...轉出這個止輔兵喔 好...轉輔兵打駱駝就不錯 而且還有擊兵 那...這邊...優俠...而是... 讓拖士來擔當的喔 拖士優俠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法蘭克這邊稍微用止輔兵操作一下 直接來硬拖對方的騎兵跟駱駝單位喔 哇...駱駝被這個止輔兵喔 甩了幾下就躺在地上抽啦 哇...這邊是一個法蘭克跟帝王駱駝的一個... 不是...法蘭克的止輔兵 加上遊俠的聯軍獲勝喔 那...右邊這邊是大量的遊俠 到了右邊想要騷擾 但是帝洛這邊追著打 那...中間的部分 又還在想辦法突圍 那...右這邊技能是... 單打的部分喔 一人單推 那...目前是... 藍...綠...推 三國...互撐 那...波蘭這邊喔 趕快想到想辦法上帝王世代比較好 不然這邊一直用這個騎士喔 去打也是個問題 但是這邊騎士一過來 被大量的熱納奴手 直接瞬間射到島地 這邊騎士並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就全部被解掉了 哇靠... 波蘭這邊出大師啦 波蘭這邊...要繼續出這個... 騎士的話問題會很大喔 因為古拉姆... 打這個... 雖然打熱納奴手非常好 但是遇到火槍就不太行 又有這個混兵喔 給雙方壓力非常非常大 那我覺得現在最好的狀況喔 是這個...波蘭 趕快去出這個強弩喔 波蘭打強弩也是可以的 然後再波蘭先綻保阿 或者是一些便宜的騎兵喔 去打比較好 但是現在混兵有點困難 波蘭的騎兵已經混到了後面 造成突然的金晶一個大內傷 突然的一個大裝的農田標 只要被騷擾到的話 金晶就會瞬間滑鐵無奧 完蛋了 金晶這麼慘 要怎麼逆轉呢 目前看不太懂 那看一下右邊這邊 右邊的一個...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這邊小霸王 很多城堡在防守 所以防守目前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但是這邊有這個... 法蘭克的一個指輔兵道走了進來 要來指輔對方的... 關刀勇士 哇...這個一虎一隻騎士阿 哇...非常的痛阿 那看起來... 法蘭克... 這邊... 喔不是法蘭克 是這個波斯的遊俠喔 重創了波...這個波蘭 波蘭看起來已經沒有戰力 可以去幫忙左邊對方右了 那這邊如果要靠這個... 印度斯坦直接來打爆這一波... 戰士的話 我覺得應該傻不贏了 打出了GG 哇...目前看起來是全面的潰敗阿 好... 那經濟方面我們稍微略過一下阿 畢竟團戰這個有點複雜阿 好...我們稍微講一下就好 不要講太多 好... 那... 我們稍微直接看資源總量阿 資源總量黃金目前又是挖比較多了 那為什麼又資源黃金會比較多 是因為這個... 黃金喔 這個... 義大利喔 是非常吃黃金冰種 所以他要把大量的木頭 跟這個... 食物的採集喔 放到這個... 黃金裡 算是... 其實義大利喔 算是一個沒有黃金 就活不下去的一個... 單位喔 文明 因為他的一些 熱納爾弩手啊 跟火槍 都非常吃黃金的 呃... 再來就是... 他的... 其他的文明喔 像是... 其他的單位喔 像是傭兵啊 也是吃黃金的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經濟分配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他石頭也是挖非常大量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 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這邊也是... 其實算是濃的很多喔 但是他問題是黃金挖得太少 那他黃金會挖這麼少也是因為... 右這邊喔 這個插寶 讓他祖金有一段時間是沒辦法挖黃金的 所以黃金... 一掃的狀況喔 黃金兵種一掃 就很容易需要靠這個馬脈喔 去支撐自己的黃金兵 所以導致這邊... 印度斯坦黃金兵 並沒有... 並沒有辦法抱一個非常大量的狀況喔 好... 那其他的部分 就好像沒什麼好講了 因為其他部分就是一個小打小鬧 然後一個打海打陸 就是一個騷擾狀況喔 所以經濟就會非常慘 那... 主要看這兩邊就知道 兩邊的一個過程中間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那遺跡部分喔 也只有右續撿這個遺跡 這個遺跡也是偷偷撿了一個喔 好...撿了兩個 看起來... 沒什麼太大能看的一個部分喔 那這個戰況喔 經濟部分發展喔 是這樣子的 那稍微講一下這個海的部分喔 海的部分的話 如果通常是有打贏海的一個狀況喔 才會去點這個... 這個... 撈魚技術喔 就是城堡時代 是有這個漁網技術可以去升級的 可以增加自己的撈魚的速度 那城堡時代 你要確定你的海有打贏的情況下 才可以去點這個 那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有點 嗯... 我好像剛剛有看到 但是... 不確定 在哪裡 好...看起來 這個撈魚技術... 是沒有人點嗎 呵... 還是因為大家的漁船被毀得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吃魚不是那麼重要 我就不想繼續點那個科技了 好... 那... 這個科技有人在問 要不要點喔 那... 這個點不點喔 是取決於你的海有沒有贏 或是你們的海域有贏 的狀況下 或是你沒打海 然後靠隊友打贏的狀況下 才可以去點這個... 撈魚技術 好... 那...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人點嗎 嗯...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的喔 我剛剛好像有看到 還是他有取消 呵呵... 看自己的漁船太少了 還是把他取消掉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